好,同学们,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几道分数的乘法 分数乘法 这一次开会好多同学说分数的乘法、除法有一点糊涂,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 第一,先做分数的乘法 第一道小题,最简单 二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 等于什么呢? 上面和上面相乘,下面和下面相乘 所以等于一乘以一,二乘以三等于六分之一 简单不简单,再出一道题 好,三分之二乘以五分之二 这个都不能约分,对不对? 都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分数 所以三乘以五,三五十五,二乘以二等于四 十五分之四 这个也不能再约分了 四是一个双数 十五是一个单数,起码不能被二整除 再试试,三不能被四整除 四不能被三整除 所以这个已经是最简单的 那么我们出第三题 遇到这样的情况 三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三 等于什么呢? 好,我们先老老实实一遍一遍这样做 下面的两个数相乘 三四,三乘以四分之一乘以三 对不对? 你可以很快地就给它算出来 等于,你可以老老实实地算 等于十二分之三 十二分之三不是最简单 你再给它化解,变成四分之一 对不对? 等于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看得早,你早一点看 你可以看到三和三 这里可以约分都等于一 所以就等于四分之一 做数学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给它做简单 如果你老是用这种先给它乘出来的方法 好,我们再出一个大一点的梯 二十八分之五 二十五分之七 你可以老老实实地算 二十八乘以五 上面是五乘以七 所以还有一种方法 你现在就约分 如果你用老老实实的方法 不用简单的方法 二十八乘以二十五 五八五八四十二五一十二五一十一十四 五十六等于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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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所以等于七百分之三十五 五乘以七等于三十五 都能够被五整除 对不对 所以五七三十五 被五整除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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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一百四十都能被七整除 一百四十和七都都能被七整除 二十一等于二十分之一 还有一种方法 你遇到这个数字 同样是这个数 二十八分之二十五 我把这个 调得舒服一下 二十八分之五 乘以二十五分之七 你现在看到这个数以后 下面是一个对 上面是一个对 下面是bronco 上面是 今天是什么呀 I forgot the team number OK 下面是rocket 上面是warrior 它们两个是不同的队 上面的 杀下面的 下面的 杀上面的 所以七和二十八都能被七整除 一 四 四七二十八 五和二十五都能被二十五整除 一 五 所以下面就变成了四乘以五 上面就变成一等于二十分之一 就简单多了 对不对 我们再继续出这样的题 第五题 五十六分之五十六分之三九二十七乘以九分之八 七八五十六 做这样的题 你一定要记住惩罚口诀 五十六和八 你一看就能知道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七八五十六 一 七 七八五十六 三九二十七 一 三 最后等于七分之三 再出一道题 第六题 四十五分之十六 乘以六十四分之十五 十五和四十五关系是三 一 六 十六和六十四 如果你不能一下子看出它是四倍 你可以一遍一遍地除 六可以被八除等于二 六十四被八除等于八 对不对 然后二和八还能再出一遍一遍一 四 所以下面变成三和四 上面变成一等于十二分之一 然后再出一道题 一百二十一分之三十五乘以四十九分之二十二 一百二十一你已经背过十一的平方等于一百二十一 对不对 十一点一百二十一 最好都背一下这样的数字 从一一的平方二的平方三的平方四的平方五的平方六的平方七的平方八的平方九的平方十十一十二一直到二十最好都背下来 我最好把这个弄小一点 十一百四十四是十六分之二十十六分之二十五存以二十六分之三十九分之二十四四二十六是十二的平方四十四是十二的平方 ces十一百三十九分之二十四十四öm二十四平方三十四四十六分之二十四の平方八是十二いく gaan saya 所以65和39都能被13整除 所以65和39都能被13整除 所以3乘以13等于39 5乘以13等于65 24被12整除剩下2 14被12整除剩下12 还能再除一遍 2除以12 这里是6 这里是1 所以3乘以6等于18 上面5乘以1等于5 来我们再做一道题 第7第8第9题 好 160 太简单了 不是吗 对是 待会我们再做一点难的 这个是中学小学的 169分之 对你可以调整一下 不太好调 谢谢 谢谢 169分之64乘以 这里应该是 我再编一个数 我再编一个数 48分之39吧 这个都是不能被整除的 这个都是最减分数了 对不对 所以169是13的平方 被13除还剩下13 39被13除剩下3 48 48和64都能被8整除 其实都能被16整除 16乘以48等于3 16乘以48等于3 16乘以4等于64 对不对 所以 3又能够再除一遍 1等于13分之4 是 That's so easy Let me redo it again 4乘以4 4乘以48分之39 13分之4 13分之4 Yes right 好 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分数的除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清楚 现在我们要做的呢 是分数的除法 分数的除法 分数的除法和分数的乘法 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要把除数变成它的倒数 怎么说呢 第一个要介绍一个概念叫倒数 倒数 我们还没有学到代数 所以怎么讲呢 一个数和另一个数相乘A乘以B等于1 这两个数相乘等于1 比如说 第一个数 我们说 如果是3 那么B是多少呢 乘以3分之1等于1 所以第二个数就是3分之1 就是把另一个数变成反的数 所以1的倒数就是1 1是什么呢 1是1分之1 翻过来倒过去都是一样的 OK 2的倒数 数 它的倒数 什么叫倒数呢 这里有一个小朋友很高兴 他站在这里 倒数呢 就是他的 啊 脚严在上面 啊 他在喊救命啊 这是他的倒数 是把它给翻过来 嗯 翻过来 这个叫倒数 对不对 所以2的倒数是什么呢 是2分之1 3的倒数是多少呢 是3分之1 4的倒数是4分之1 5的倒数是5分之1 100的倒数是100分之1 198 189的倒数 189分之1 就是把它给翻过来 这是整数的一个倒数 那我们现在在说什么呢 分数的倒数 分数的倒数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分数给翻过来 分数的倒数 分数 所以分数的倒数 2分之1的倒数 翻过来 大头朝下 这个数写在上面 这个数写在下面 他的倒数呢 倒数 分数的倒数 来我们把这个放在这 就是 1分之2 等于多少 等于2 3分之2的倒数 大头朝下 翻过来 2分之3 8分之7 倒数 7分之8 当然你可以写成 1有2分之1 1有7分之1 所以 倒数 就是把一个数翻过来 分子变成分母 分母变成分子 翻篇覆地 好 我们现在来做分数的除法 分数的除法 第一题 2分之1除以3分之3 这样吧 2分之1除以3 2分之1除以3就是把 把2分之1分成3分 对不对 2分之1分成3分 其实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2分之1乘以3分之1 就是把这个数变成它的倒数 除以一个数 等于乘以这个数的倒数 所以等于6分之1 好 第二题 8分之1除以4 等于什么呢 等于8分之1乘以4分之1 就是乘以这个数的倒数 等于32分之1 第三题 89分之1除以3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89分之1乘以3分之1 我们老老实实地算 3927 382426267分之1 OK 来 我们再算 复杂一点的 5分之3 除以3分之2 等于什么呢 等于5分之3乘以2分之3 就是把它翻过来 除以一个数 等于乘以它的倒数 等于多少呢 2乘以5 等于10 3乘以3等于9 这个就是最简单 这是第四题 第五题 看不见了 对不起 来我们重新做这道题 再重新出一道题 8分之1除以4分之1 8分之1除以4分之1 你可以把它变成它的倒数 对不对 除以一个数 就等于乘以它的倒数 等于什么呢 等于8分之1 乘以4分之1的什么呢 4分之1的倒数 把它翻过来 等于乘以1分之4 对不对 就是乘以4 8和4可以约分 等于2分之1 第六题 好 这样好像好一样 对不对 好 我们再做一道题 这道题 第六题 7分之3除以3分之1 7分之3除以3分之1 等于什么呢 等于7分之3乘以3 对不对 把这个数比翻过来 等于7分之9 可以写成这样 最好可以写成它的 Mix number 一个复合分数 是1有7分之2 对不对 好 我们再写一道题 这个纸是白纸 我们不要浪费白纸 这个是草稿纸 白纸留起来 太可惜了 所以再做一道题 第六题 第七题 好 28分之1 28分之3 除以7分之3 好 28分之3除以7分之3 等于什么呢 28分之3 第一个数不变 第一个数是被除数 它是什么呢 你把它想象成有钱人被用来被分割被除成这么多份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数永远不变 所以28分之3 把后面这个数你要变成乘法才好做 乘以什么呢 乘以7分之3 对不对 把它给翻过来 大头朝下 3跑到下面来 7跑到上面去 所以7 4728 1 4728 3和3可以约分 所以等于4分之1 第八题 81分之25 除以9分之5 等于什么呢 等于81分之25 第一个数不要变 把第二个数翻过来 变成乘法 只有乘法你才好做 才可以分成上下这两波 对不对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杨老师已经习惯了 等于乘以5分之9 5变到下面来 9变到上面来 因为你的号变了 从除法号变成乘法的号 等于9981 5525 等于9分之5 是不是 不是特别难吧 那好 我们现在学复合数的分数乘法 好 同学们 我们现在做复合分数的乘法 复合分数的乘法 就是要把两边都变成分数 假分数也要变成分数 上面一条线 下面一条线 不能有复合分数 所以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刚刚我 我把这个给 给 因为有噪音 我把这个给 video给停下来了 所以1有2分之1乘以3分之1 比如说这个例子 1有2分之1乘以3分之1 不能这样单独乘 你要变成什么呢 变成2分之3乘以3分之1 要把这个复合的数 要把这个复合的数变成单独的分子和分母的 这个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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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3和3约分1等于2分之1 来我们再做一道题 第二题 3又6分之1乘以4分之3 好 我们比如说这个数吧 3又6分之1 要把它变成纯分数 等于6分之3 618加1等于19 乘以4分之3 6和3可以约分 等于8分之19 你可以这样写 有的老师喜欢这样写 让老师喜欢把它变成带分数 变成mix number 3824不行 2816 2又8分之3 OK 来我们再做一道题 第三题 5又3分之1乘以8分之3 等于什么呢 要把5又3分之1变成带分数 3分之3 5 15 15加1等于16 9乘以8分之3 看上去挺简单 杨老师实现都想好了 3和3约分 8和16约分 所以等于2 来我们再做一道题 这张题还是超高质 不错 第四题 第四题 7又2分之1乘以5分之2 也是想好的 2 714 这个变成什么呢 2分之2 714加1 15 这个能看懂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能看懂 2分之15乘以5分之2 2和2约分 5和15约分 等于3 等于3 第四题 来 这个 第五题 来 我们这个两个都是用带分数的 6又 6又4分之1 乘以 杨老师要想一下 乘以2又5分之2 好不好 2又5分之2 等于什么呢 第一个数要变成 要变成纯分数 等于4分之 4624加1 25 乘以5分之 52510加2 12 5和25可以约分 4和12可以约分 等于3515 OK 第六题 8又 3分之1 1乘以 3又5分之1 3又5分之1 5分之1 5分之3 好不好 来 咱们试试看 等于什么呢 8又3分之1 是3分之3 824加1 25 5乘以5分之3 5分之5 515加3 18 可以约分之3 可以约分之3 和18 可以约分之6 等于30 5分之12 再做一场 四分之 九又 二分之 一乘以 三十八 一又三十八分之 数数数数数数数 OK一又三十八分之一 所以等于什么呢 二分之 二九一十八加一等于十九 乘以三十八分之 三十一 三十八加一等于三十九 十九和三十八 比约分二 等于四分之三十九 等于什么呢 四九三十六 九又四分之三 好了 我们下一个做分数的除法 那是复合分数的除法 复合分数 代分数 叫代分数 代分数 除法 代分数就是mix number 对不对 对不对 第一题 第一题 一又二分之一 除以 二分之三 来我们搜搜看 一又二分之一 从来 一又二分之一 除以 二分之一 等于什么呢 等于把这个数 第一个数变成 二分之 一二多二加一等于三 除以二分之三 除以二分之一 除以二分之一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 变成写成乘以 一分之二 乘以二等于三 第二题 第二题 五又 六分之 五 六分之 除以 有点难处了 一又六分之一 好不好 所以 第一 把第一个数变成 纯分数 六分之 五六三十加五 三十五 除以 多少呢 六分之 一六得六 加一等于七 我们一步一步慢慢写 别一下子去写成乘法 有的同学脑子算得快 你可以做出来 你眼睛能看出来 但是我希望大家 还是一步一步 这样慢慢算 把这一步 已经给它写出来 都变成 纯分数了 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它变好 所以六分之三是五 乘以 乘以什么呢 大头朝下翻过来 乘以七分之六 六和六 可以约分 五七和三十五 可以约分 五七三十五 最后的结果 等于五 第三题 四又三分之二 除以二又三分之一 等于七 这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变成纯分数了 我们把它翻过来 大头朝下 把这个号变成乘号 乘号以后呢 所以上面变到下面下面 翻过来 乘以七分之三 所以三和三约分 谢谢你这样小声 十四和七约分等于二 好了 好了 我们就做完了 希望 其实 这个题倒是不难做 就是有的时候容易糊涂 最难的是给老师给出题 怎么能想出来这个题 让你能做出来 怎么样把这个树想得这么巧 对不对 杨老师出的题肯定都是很巧的题 谢谢大家